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的RUNESA冒險 復活血神RS的冒險 那旭哥今天RANK來到699等了 那總戰力2180460 那今天來做一下也是人氣女角 算是這個遊戲人氣非常高女角的角色戰力分析 那還有實測 那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 所以關於復活血神RS轉彈冒險攻略 還有角色分析戰力分析轉彈分析 還有實戰測試 那今天的女角人氣女角就是這個 最終皇帝女啊 最終皇帝女有兩個版本 那今天要講的是這個最近這個限定池這個 最新的這個版本 那這隻的圖面其實也蠻不錯的 這個身材蠻好的 而且我是蠻懷疑的 他鞋子高跟鞋穿那麼高 這樣可以打嗎 不會跌倒嗎 呵呵呵 好 來看一下這個 然後有人是說昨天不是要討論嗎 就是說他那個罩被有升級 我看一下 看一下比較一下 好像好像真的有差喔 比較一下罩杯 好那這個最終皇帝女這一隻 還有兩個版本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 主要是這個版本 就是有 補血的版本 那這一隻呢他的 我現在練到戰鬥力是8884 然後LV是42 他在38級的時候體力加4 然後46級的時候晚力加5 他的第一招技能月光月光是威利西 BP4 那這招很不錯就是他可以 提高自己的除了補血以外 還可以就是提高就是這個 角色的士氣提升就是 等於說他能力會上升 士氣提升就是指能力會上升 然後中的話就是效果中 阿大就是效果大 大就這樣 所以士氣提升這個就是指他的能力會上升 再來他的 第二招 月閃 月閃威利A 那我建議這招要覺醒一下 這兩招我都建議要覺醒一下 第一招原本BP5嘛 就能化BP4 第二招 BP8就能化BP6 那這招是有 帶斬加羊 所以兩個雙屬性 而且威利A 所以基本上是很強勢的 再加上他還負就是 自身進入防禦強化的狀態 基本上這種招式就是BP6然後威利A招式已經很強了 而且他還帶雙屬性 再加上他還帶這個 防禦強化 這招簡直是做到他就是 已經不能再強了 所以這招是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有 附帶很多效果 這個很不錯 月閃 第三招月影的話威利B BP15 這個是斬加羊 然後全體攻擊 那這一招呢 就是看你要不要練 要練的話就是要在 第二回合才放得出來 你要覺醒 至少要兩次 才可以在第二位放出來 月影 斬加羊 然後是全體技 好那我們看一下被動技能組 第一招 繼承意念 就是他 補血的時候 就是他放那招月光的時候呢 他可以就是使自己的腕力上升 所以他去補別人血的時候 他自己的腕力還在上升 效果大 這個蠻優秀的 再來是回復呼吸3就是 每回合開始的時候可以 就是有機率中的機會補血 然後效果中 也是很棒的招式 第三招精神亢奮式 就是常速的傷害上升效果大 這個是 非常實用也非常優秀的招式 所以他這三個被動技能組也都做得很好 比另外一隻追蹤皇帝女好一點 這一隻追蹤皇帝女啊 有一招可以很可以用就是這個 半月 半月 建議大家也一定要覺醒 然後這招BP2 威力就有吸囉 威力吸喔 他BP2威力就有吸喔 所以這招很猛喔 其他就是像水鳥劍也可以練一下 這招是中一列的 然後第一隻衝擊就看你想不想練啦 威力SS招式 那你決定三次的話一開場可以防 看要不要練啦 想練可以練啊 不要練也沒關係 因為他後來有這個 就是 更優秀的招式 就是這個 月閃 月閃因為他的BP消耗蠻少的 以單體來講很優秀 好那我們接下來去實戰測試一下 所以基本上這一隻追蹤皇帝女的招式都蠻棒的 但他主要是偏單體居多啦 你要打全體的話就是要特別練那個 第三招 那第三招 就沒有很好練 可能要把他擺在後排讓他 然後一樣我們照樣都刷二之一之一 這個 第一步第二章 因為一步一章已經結束了嘛 現在刷一步二章 這裡的話刷起來蠻快的 二之一之一 我都建議大家刷這一關 然後我帶的是這個 哈里特 哈里特我現在那個 戰力已經超過一萬了 1053了 他那個腕力也兩百多 哈里特這隻真的猛 我覺得他的那個能力加成也加蠻多的 那肯的話呢 就是最近加成腳的練習 大家會想要看肯嗎 會想要看肯的戰力分析嗎 想要看的話可以留言一下 我之後再做 看大家想不想看 還有那個 塔吉亞娜 這兩隻是加成腳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 然後再來是追蹤皇帝女 然後還有波魯卡龍 波魯卡龍最近也是加成腳 所以我就有練 然後再溫帝女 溫帝女也是加成腳 所以當然要趁現在趕快練一下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去實戰一下 煙氣掌 剛開始的時候那個 最終皇帝女呢 他有 自己補了一下血 雖然是越賞 我看越賞威力 9444 然後還附帶防禦上升 還不錯 我最近是在練溫帝女的 第二招了 還有順便練一下暴雨 飛死 那你假如決定到6的話 他越閃可以連放兩次 水鎚 我最近在練水鎚 我就是 讓溫帝女繼承暴雨 然後再 第二回合他就會放水鎚 所以兩招都可以同時練 哈里特掛了 問號 沒關係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等一下會補血 這個 因為我現在補師 只有帶這個追蹤皇帝女 追蹤皇帝女他就是 還自己補了一下 回合開始的時候他的回復武器 月光我看一下 他的大概補500左右 499 那你假如給他裝備光屬性的劍的話 應該可以補更多啦 不過基本上我是把他當打手啦 他只有第一招可以補到血 所以我基本上把他當打手 月閃 月閃打1萬多 基本上是 輕鬆血液有沒有 我這一隻的 呃 追蹤皇帝女我還沒有練到就是 練度還沒有很高啦 就是 因為是剛抽到耶 我們再實測一下 基本上我是覺得 二之一之一很適合練功 也很適合做實測 因為打起來輕鬆愉快 然後又 怪不多啦 怪不多 所以就是拿來測威力還不錯 選月破 月閃 我真的覺得這個哈里特真的是 很優秀 我現在練度最高的反而是哈里特 這次哈里特真的改到有點很優秀啦 所以其實國際服有沒有有時候會有那種就是 橫空出世的那種 角色就是因為被魔改過 我就是不想讓溫帝尼放雷鳴 他還給我放雷鳴 我有把他的那個 BP往上就是調整了一下 沒想到他還是放得出來 因為 他第一回合沒放招 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其實打起來蠻輕鬆血液的 那可以看得出來他是蠻優秀的 欸我好像沒有放到他的第一招欸 他第一招 因為 過來現在都被打死了 所以他第一招那個 BP2那招然後放不出來 放不出來就算了 放出來就 月閃 溫帝尼是讓他練暴雨之後再接水槌 他下一回合就會放水槌 這樣剛好BP13 因為 暴雨BP7嘛 我沒有決定 然後這是那個水槌 我有覺醒 就是BP6 所以大家練的話你可以去抓一下他的那個技能的BP 他會有那個 一個 他會先放高的嘛 然後 所以他會有一個規律 所以你可以去抓 這樣就是可以固定會練到 好 下一回合他會補血這個 這就是皇帝女 剛好實測一下 剛好實測一下 沒有補到 因為 他們把他打死了 好好笑 笑死了 現在要補血了 月光 補 446 然後他的 腕力還有上升 這都皇帝女又要來補血了 他現在 他就是一個腕力腳然後兼當補師的概念 其實蠻有趣的啦 啊他又沒補到 因為 又要把他打死啦 啊你們都 手腳太快了 他們手腳太快了 現在把他打死 好這邊我蠻推薦大家來這邊練的 2-1-1 其實蠻輕鬆的 今天就實測三場給大家看 就是他 可以打可以補 然後又很優秀 就是他的腕力啊什麼都會一直上升 技能組蠻優秀的 這個最終皇帝女 然後圖面也蠻棒的 大家說他有去過伊美嘛對不對 就是他的size有 變大了對不對 就是 他的圖啊 有去 有去伊美診所 對不對 還是他有用什麼魔術胸罩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昨天留言大家討論啦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好像真的 好 那今天這個 戰力分析就錄到這邊 這個 最終皇帝女 這蠻優秀的 之後好像還會再強化的技能組 那我之後可能會把他練到50等吧 現在今天42等 之後再練到50等 好 那我們就 下一集見啦